2017年1月23日凌晨5点40分 香港政府的超级电脑被一名黑客入侵 盗取了一份机密档案 发送到137名香港市民的电邮信箱 保安国公司在一个钟台之内将黑客逮捕 并且找到137名市民达分政府总部 报告是源自美国太空总署 他们监测到在过去一年 太阳持续爆发粒子风暴 面对太阳的攻击 人类无能为力 新一波的太阳粒子将会在今晚11点45分抵达地球 威力还是广告元宝的120倍 世界所有地方包括香港会即时被毁灭 之后这137人被安排进行了一次单独的心理评估 评估合格的就有机会离开政府总部 不合格的就会被拘留 可能是因为政府担心他们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力 我会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 只有一粒晶片 监测着你们的位置 情报科会有人监测着你们的行为 确保你们 不会将世界每日这个消息散播开去 希望你们好好珍惜一段时间 以及难得的自由 我曾经看过一本杂志 有一篇文章写到 人生中最公平的就是时间 无论有钱人也好 穷人也好 大家每天都得了24个小时 不会多又不会少 我很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每天都很懂得运用这24个小时 但现在我的人生只剩下十几个小时 我竟然不知道做什么好 从小到大 我也不喜欢一个人打游戏机 因为我不喜欢一个人 面对游戏机会的感觉 我一定要有一个伴侣在我身边 大威? Ada, 怎么会我一想起你, 你就出现的 我们回家已经很久了 你心里还有我, 还记得我的吗 我当然记得你 不然为什么, 第一个就打给你 其实我还很爱你 那你记得吗? 你说会跟我结婚的 你记得吗? 你说会跟我生一女孩 抽个好字 之后还借了我四十万, 一走了之 没回头 好 罗大威 世界末日, 你都记得我 我真的很开心 Jenny 我以为你还在混音我 你说开电影让我当女主角 谁知道是想去做老人的 你叫我去酒店 我介绍跟台经理人让我认识 谁知道就骗了我去开房 就算世界末日 我都不会不记得你这个战男人 罗大威 够了, 够了 一个是这样, 两个都是这样 世界末日了, 只有十多个小时 什么都没有了, 完蛋了 说些好事不行的, 是要说些坏事的 找兄弟 喂, 大威 找我吗? 至近? 不用说话 接下来十三个小时, 全部都给我 什么都不用做, 只做一件事 开心, 那就够了 打电话给老婆 说今晚导演开会 不回家睡 不用了 我老婆带上女儿 回到韩家 喂, 那你不够兄弟 就是因为一个 认识了十八年兄弟 他拿着你毕期 每晚都去开心 搞到我半年都未能够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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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 一个普通人的一生 至少有五个资深好友 今天我才知道我卢大威 原来不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我连一个好朋友都没有 拿钱 先生, 想拿多少 全部拿了 拿了 要不要留审分来保护户口 不用了, 小姐 我里面有四万七千三百二十二毫三千 我都拿出来 那就是徐师傅的户口 是呀 小姐, 我等了十二个小时 零八分钟而已 我怕不及待你, 快点 好… 麻烦你 大导演, 我就说了 今天死人嵺子 我也不会出现的 大威哥 死人嵺子 我当然不用找你了 现在是不是兄弟 快快回来帮忙救火 你说什么 我说 叫你快快回来帮忙救火 不是这句 对上那句 不是大威哥 死人嵺子 我当然不用烦你了 不是这句 下面那句 现在是不是兄弟 是这句了 再说一次 现在是不是兄弟 再说一次 现在是不是兄弟 再说一次 现在是不是兄弟 是兄弟 有人说一个普通人 一生至少有五个知心好友 俄罗大威至少也有一个 大威哥 是, 大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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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关我什么事 他意思是想重口味点 由2B转三级 改变故事 編剧的东西 与我无关 那他想安娜为艺术 牺牲多一点 是不是关你事 明白 是, 陈大威哥 是, 大威哥 是, 大威哥 是一部电影的灵魂 不过他只是局限于片场以来 如果离开片场的话 他也只是一个空壳 老板? 老板 老板一部片里 只是决定两件事 就是电影开或不开 其他范畴 可以说与他无关 其实最重要的岗位 就是监制 他才是粗生杀大权 他可以影响老板 投资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新人上 恐惧他做大明星 也可以左右导演 将一些不听话的人 没有上进心的人 赶他出片场 所以 无论在片场内或片场外 你也应该听监制的说话 我会听监制做一个好的演员 你真的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明白